好,那接下来我要从公投开始来破题 我想公投一直是民进党非常力推的一个价值 然后昨天呢也优先通过了一个法案 就是说未来要来修这个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特别是有关于和平协议的部分 来,那个苏院长,你看过国民党所提过的和平协议吗 我听到国民党主席吴敦毅先生说 如果再重挽执政 他将要来推动两岸 内容你看过吗 陈主委你看过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好了,我知道你已经回答很多人的问题 先看一下国民党历届主席所提的这些和平协议的一个方向 最大的公约数就是 在中华民国宪法的架构之下面 国会监督民意支持 我敲门了,这根本需要公投 这个有卖台吗 这个有什么好怕的 跟委员报告 因为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是有关于政治议题的谈判 但是他的监督机是很weak 所以嘛,你就应该,好,陈主委 你就应该是好好的去修监督条例 胡主席他提出要根据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去谈两岸和平协议 和平协议就是内容在这里嘛 你看一下内容嘛,你刚刚看一下内容嘛 那是过去的内容,未来怎么样我不知道 我只是建立制度,寻求社会高度的共识而已啦 我告诉你啦,不要到这个选举到的时候呢 你们所提出来的,特别提到出来 就好像误导和平协议就是要去卖台 国民党不会去卖台 从过去到现在的,这名都不会是这个样子 习大岛提出了公投的这样子的台独的公投 但是呢,美国AIT还有包括普瑞泽都提出来做一个反对 呼吁再三,因为他认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那我们就要说呢,其实总统府跟行政院对这件事情 其实没有,都避而不谈呢 都没有直接来做一个表态 所以呢,既然台独公投是民进党的一个神主牌 那我想先请问一下院长 对于习大岛所提出来,未来提出来的公投 院长,你要不要联署 你认为认为不认为它是一个很适合的公投的一个处理 你认为不认为普瑞泽认为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事 你赞不赞同普瑞泽的说法 委员,2012年马英九选总统的时候 也是说两岸协议要公投 这也是他当年就讲 好啊,可以啊,我没有提醒 我只是让你看清楚 选总统的时候这样说 那台独公投呢,习大岛的公投 院长你的态度是如何 我认为现在台湾就是一个国家 不是主张公投 而是怎么样守护主权 所以你认为习大岛不飞你会不会联署 会 你不会联署 那你认为普瑞泽所提到 他认为台独公投 目前对美国,对台湾,对中国大陆而言 他都认为是一项危险的行为 你的看法呢,你赞他的说法吗 台湾跟海峡两岸确实是非常敏感 那美国朋友一直非常关心我们 你赞不赞到美国的说法 所以我认为 我认为现在我的工作就是怎么样 服国立民守护主权 我们也是啊,国民党也是啊 所以我只要你回答普瑞泽的问题 好,那既然我们外交部长出来 你认为普瑞泽的问题 他认为现在实行台独公投是一件危险的事 你赞不赞他的说法 跟委员报告 普瑞泽是一个学者 喜乐岛是一个民间团体 一个外国学者对我们的民间团体的评论 我们政府没有必要去评论 没有啊,你常常对很多 包括AIT的一些的想法 你们外交部都只要是对台湾的部分 AIT是政府的机构 当然是啊,他也提出来啦 他也有特别提出来 他也认为这件事情是需要从长思考的 我只需要搞清楚大家的一个态度